从网路上抓资料 其实我是把它放在那边 其他补充资料里面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进阶 如果各位有心理准备 现在是进阶的话 应该难度会比较高了 之前这个也是 之前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每日 有外汇的之外 当日行情表 这里面的话你点进来 应该会看到有 那个一个范例档 CSV 类似网路上有一些CSV 打开之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 类似像长这样的 就是说 我已经把个股 名称跟网址 都先把它列在这里 当然本来是接在一起 因为我担心说跑太久 因为它主要是 会自动去网路上抓资料 然后会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抓下来的东西 就是类似长这样 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表格 因为我需要的是这里面这个表格 把它抓到哪里呢 抓到新增的那个工作表里面 然后呢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反正有多少网址就有多少个工作表 那一般的话大概下载 我大概写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下载 按下去的话 这个是标准版 那这个东西的话 自动怎么样 会帮我从网路上 新增一个 给一个名称 新增一个给一个名称 有没有 如果你有几个就下载几个 反正它就会自动 去帮你去抓 抓回来就回到主页了 如果你要删掉旧的按下去 它会把旧的全部删掉 因为刚刚不是有个 序值点Delete 那Delete就把后面的都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 有没有 不然以前的话 你要怎么删 点第一个 然后按序和键 然后按右键 再删除 现在也可以啦 按下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多好 而且呢 还不会删错 不过刚刚一直在闪 不过来改了一个 不闪 不会闪的 按下去 就不闪了 但是它又一直转 就是把那个画面更新功能给关掉了 但是最后完成了 它就会看到下面 那因为网路上面抓资料 有个缺点就是 还要牵涉到那个 Server的回应速度 不过这也是算 感觉好像 不知道到底跑到哪边 如果Server一直不回应的话 它就卡住了 所以后来我改了一个叫 当日行情的进度 这个应该叫做进度Bar 这个有一个叫Pregus Bar 那个东西就是最好 你会想说 最好是一边跑 然后一边告诉我说 你跑到哪边了 然后有个进度表 有没有 就很多城市都会有 所以我就另外额外写一个叫 当日行情的这个 这感觉就专业一点 等到它全部跑完之后就可以关掉了 OK 那这东西的话 全部通通在那个 我刚刚讲那个范例里面 你只要下载那个CSV CSV其实就是这个表格 然后城市的部分 一个就是在那个原始码里面 在哪 在这个原始码 这个城市码里面 其实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当日行情嘛 那就是写这些 其实删除就这么一点点 没几行 跑一个回圈 大概就中间这一段 把它delete 不过呢 删除工作表跟删除列一样的道理 删除列是从下面删回去嘛 删除工作表一样 从后面删回来 你不要从前面 因为你删的前面 它后面又地补 那变成地补这个 你又删不到 你又要在那边算那个 到底加一 加一减一的 导步轮后面删回来快 OK 然后还有 当日行情的第二种写法 就是画面不闪动 而且画面不闪动 就加一这一行就好了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screen updating 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 然后其他大概类似像 有兴趣同学 自己可以run一下 大概会有这个东西 那其实主要就是 会了解那个 shits这个物件的使用 还有shits点什么 点delete 那还有一个是shits add 有没有 新增码 对不对 就刚刚讲的东西 那只是说呢 要如何把 这些东西全部 串在一起 然后变成可以 迪我可的一个程序 另外下面这边 有一些东西 不过这些东西是录下来的 录制聚集出来 有些比如说 有一些功能你不会写 比如说如何从网路上抓 网页上面资料 放到esail 你这一段不会写 那这一段其实是从 录制聚集下来之后 再来修改的 也是OK的 所以有些功能 以前有做得到 你也可以把它录下来 再来修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是在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玩玩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